歡迎來到團球最決的職業聯賽Top Play HK成功從勝部晉級到冠軍賽 而VRO的奇蹟還在繼續 以4比0的成績擊敵本ONE TEAM晉級準決賽 戰於閃電狼一同爭奪最後的冠軍賽門票 不過在於挑戰者們與線下相聚之前 先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季後賽的精彩Top Play吧 季後賽的第一場 ONE TEAM和HK就打了不分宣誌 第五局最後是ONE TEAM的大局進攻 Cook先是向前卡住HKA 再用瞬移一次擊飛三人 再搭配隊友接續擊殺 這個畫面實在太美 讓我們跟著主播賽評再看一次吧 第二天的敗部賽有BRO對上ONE TEAM 這時已經打完一波會戰 萬命成員幾乎都呈現殘血 可愛先利用位移拉開距離 在觸發死者鐮刀保下一命後 馬上盯準擊殺圖倫 此時蠻血的蘇打算來找尋機會 沒想到超殘血的可愛果斷不回家 直接一套帶走蘇 新疊開店 電療的是可愛的涅槃 涅槃站起來之後還可以再踩 空虛的話是T1燒死了這個凱薛 這邊紫瑞瞬移往前 直接想要開點 這邊一個一到兩段命中了 空虛還有的話 可愛再秀 Double Cue到手囉 專精無P的HKA果然在季後賽 也不讓粉絲失望 大雜持續在凱撒路推塔 主堡就在眼前 而就在此時阿楓關鍵的一推三 限制了閃電陽選手無法馬上回去 搞露的預想最終也來不及阻止一切 絕佳判斷的達達也成為了最後的推塔英雄 出手沒命中 上半部分 哎呦 這波叫進一推三 往前排進去 這波那直接無形開難 這樣結束了 往後拉著小戰爭的這一個前線很關鍵 那部分那個洛詩再帶進去 沒有問題 沒錯 帶不過沒關係 沒有人來手 我就帶得過了 哎呀 阿達達阿達達 還得是你啊 挑戰者們心目中的精彩操作 有沒有都上榜了呢 雖然1team最終無緣晉級 但選手的優秀表現 還是有目共睹的 喜歡這次的Topplay 或想看到更多選手的極限操作 記得關注傳說對決官方YouTube頻道 及Facebook粉絲專頁 並把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那位 要跟你一起去看冠軍賽的朋友 沒搶到票的挑戰者們 也要在10月21號線上準時收看唷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大家掰掰